ZBD-05两棋战车 按照一些网友的观点 这是俄军首次使用明显优于其现役两棋战装备的外军武器 图为俄军官兵跑步奔向ZBD-05两棋战车 图为俄军官兵观摩ZBD-05两棋战车的机动性展示 了解装备性能 ZBD-05两棋战车是装备我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两棋机械化部队的滑水型高速两棋装甲车辆 最高水上时速可达40公里 属于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棋装甲车辆 图为两名俄军大兵 在检查ZBD-05两棋战车的炮掌观瞄镜 该车炮塔上安装了车掌周时观瞄镜和炮掌观瞄镜 配备了较为先进的火控系统 这都是俄军PT-76坦克所不具备的性能 好不容易能玩到中国人的新玩具 所有俄军大兵也是对ZBD-05装甲车的内部更加好奇 不但俄军官兵对ZBD-05装甲车内部很好奇 就连和红星电视台的女记者都一起钻进座舱 一探究竟在座舱内 俄军士兵对红星电视台记者表示 中国两棋战车的内部技术很先进 不过他们还能应付过来 因为总体布局设计和俄军相差并不远 但是她表示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 就是座舱内的各种案件和开关都是中文 急需翻译来解决 否则不可能发挥装备的性能 在前几届的国际军事比赛中 中国也曾使用俄军装备 并取得不俗的成绩 这次俄军在中国使用我军装备 最后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